接下來呢 3 種的食用性 就是ieran-蛋白 mounted-蛋白質 VAal 온am no-FLUE FUT SOAR Shell Rich n protein 很好簡單包括美動 肉的主要成份包括肌肉 內臟主要成份其實都是rose protein 那特別是瘦肉呢 例如老人家建議吃FISH 因為其他食物的含量會比較少 當然還有雞蛋 另外你看到打星星的 豆類特別多 而非常適合食物素食者 而出題很多時候都會提醒他 舉例子 比如soya beans 就是一個挺好的例子 其實吃下去 吃這麼多有什麼用呢? What is the importance of protein? 第一個 剛剛才提到 它既然作為我們剛才肉的主要成份 當然是for growth and repair of body tissues 是給我們生長的 譬如剛才提到的 muscles 那怎樣可以幫忙建造 muscles 首先吃下去 我們要先消化 be digested 然後成為我們身體的一部份 assimulated 再用來做什麼?for building 例如說 muscles 那所以 for growth and repair of body tissues 怎樣做到三部曲 digest了它先 然後再 assimilate 痛化了它 然後再拿去用 譬如 for building muscles 那除了可以做 building and growth repair 之外 還有什麼用途呢? 就是做一個 energy source 那但是呢 既然它是我們身體的其中一部份 譬如它已經成為了你的腸、內臟、肌肉 我們不是很輕易想拿它出來提供能量的 所以 only when carbohydrates and lipids are used up 等這些東西全部用完了 用完了 那我們才會用 protein 迫不得已才會用它的 所以有些情況 譬如說我們真的要 starve 要餓了 肌餓的情況 幾個禮拜沒有吃東西了 譬如一個禮拜沒有吃東西了 才會用它的 好 那另一點我們又看一看 既然剛剛才說到這麼重要 不夠fait of lacking 會有問題呢 那如果lacking的話 即是我們可能會有些 deficiency disease 中文叫缺乏症 例如一個 我們要crush yoga 那看一張照片就知道了 有些特徵的 第一 grow poorly 好受 weak muscles 還有一個脹脹的 swollen belly 那這個不是真的有些東西在裡面 而是水種來的 好 那大概知道這些的時候 我們就學一學 其實一個protein是怎樣做出來 它的結構是怎樣 那我們先看看它的element 它的element有carbon hydrogen oxygen oxygen nitrogen 有時候還會有其他的不同atoms 那特別值得一提的 它是需要nitrogen的 而carbohydrates 就是不需要 而nitrogen是相當重要的 如果看回amino acid的結構 是這樣的樣子的 所以都很容易數到 我要hytrogen 要oxygen 要carbon 要n nitrogen 還有一些特別的東西 那特別的東西 我用r去表示 那這個那麼特別的東西 其實就叫做amino acid 那amino acid 通常我們怎樣可以形成一個大大粒的protein 呢 其實它是很小粒的 那就是了 由一粒 amino acid 它本身是最簡單 最smallest 最simplest 和它可以provide energy 那它會和其他的amino acid 合體 而留意我們其實有20種的amino acid 如果我們有20種的amino acid 它就有很多個不同的組合 那首先兩個amino acid 黏在一起 我們叫做 dipeptide 如果是有很多amino acid 黏在一起 我們叫做 polypeptide 那有時候 會成一個鎖鏈狀 那樣的東西 所以叫polypeptide chain 那如果我們把很多的amino polypeptide 再做一做的話 會成一個很大塊的東西 我們就叫做protein 那我介紹一下其實是怎樣 譬如說結構上 我們看到proteins are built from 20 amino acids 有20種的 那你見到 這裏是一粒amino acid 另一粒 那它們會搏搏搏搏搏 形成一個dipeptide 然後成為一個polypeptide 那這些polypeptide 其實可以再變一變的 那大閉之前都留意了 咦 中間這一粒不同 那其實只要有任何一粒不同 那就會影響到它的結構的了 特性 各樣東西都可以完全不同的了 所以呢 我們講the amino acid sequence 它們的次序順序呢 是會determine the final confirmation of the protein molecules 那就會影響到最後的究章是怎樣 那我們就算做好了一條的polypeptide chain出來之後 原來呢有不同的玩法的 有些會coil 好像這裡這樣捲在一起 螺旋狀的捲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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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些可能是摺在一起 你看到對摺 那所以形成了不同的形象 有些polypeptide chain是coil 有些polypeptide chain是coil 有些polypeptide chain是fold up 那然後它們又會再黏在一起 they bind together to form a large molecule 譬如說它們黏在一起了 形成了這樣的樣子 你看到那個coil 你看到那些是fold up 那如果再加n過的時候 又變成了更加大的monicules 分子 所以你看到整個過程裏面 一顆變一條 一條再coil或者fold up 幾條再bind together 然後變成大大顆的protein 那這個過程當然 是要enzyme才做到的 那順著這個方向去的 是formation 形成 那反過來走 break down digestion 又可以 所以兩種呢 我們都會在人體上發生到的 那但是 我們除了說 我知道這個東西之外 順便又學一下其他東西了 那就是 fade of excess intake proteins 到我們來說很重要 我們生長 修復的時候 都需要用到它 但如果吃太多 那怎麼辦呢 那不像得 carbohydrates 和lipids 原來我們是不可以 store protein的 那既然不可以store protein 的話呢 我們就要看一下 咦 這一塊東西 為什麼不可以store呢 原來這個東西 對人體來說 是有問題的 那看回這一邊呢 那些C H O 其實 和carbohydrates 和lipids差不多 所以呢 吃得不要浪費 我們就會把它呢 拆散 它啦 如果是過多的時候 我們又不需要這一部分 就不如 弄走它啦 那這個過程呢 叫deamination 因爲這一塊 叫amine grip 那在哪裏進行呢 在立法裏進行 那就會把它呢 拆散開了兩塊 那當拆散開了兩塊 這個amine grip 那我們就會形成了urea 那urea呢 那urea呢 進入urene 即是尿呢 就會排出體外 如果你吃得越 excess的amino acid 越多的話呢 就會形成越多尿素 那就越多尿素 經過urene 離開體外 所以那些尿呢 特別黃色的 那而這一部分呢 我們其實都是CHO來的嘛 那所以可以變成carbohydrates 譬如說 變成gyclogen的 那就做在 muscle 中的法裏 當然 既然是CHO的 都可以是lipid來的 那所以 將它變成lipid 儲下去 under the skin 或者around internal organ 所以呢 其實吃protein 吃得多都會肥的 那但是 我們就會麻煩到肝了 那肝呢 就要不斷做deamination 將它的amino grip 弄走 那這個過程呢 都會為肝帶來一些負荷 會令它overload的 好 好 最後啦 那來到這裏呢 就是有些什麼test 是可以test for protein 跟glucose差不多 那我們呢 都有個test 用叫做 protein test paper 不需要特別記它顏色的 那我們也是 考試的時候 題目會提供給你 又或者 我們就算是日常心 去應用的時候 都會色彈給我們對一對 那如果是深黃色的 即是完全用protein 還有綠色的 就有很多protein 就是沒有一個protein在裏 好 那所以 有關protein的部分呢 就是這麽多了 好 好 好